好,我是洒洋无聚科技的联合创始人,我叫梅森 我们公司是2015年底成立的 那个时候是主要核心研发团队 是吐胎于中科院洒洋自动化研究所 然后带着一个把技术投入到实际进行中这么一个梦想 创立了这个公司 我们公司是主要专注于研发无人机系统 及无人机大数据监管设计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研发企业 然后我们企业主要应用在农用领域 还有行业的测绘领域 以及警用的巡防领域 这款就是我们公司的X60单悬液的质保无人机系统 它具有的特点就是大风场强压力 能够把很好的药液均匀的撒在植物的上罐中罐 以及下罐 特别适合于在经济作物上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棉花 还有葡萄 在内的还有向日葵 大样的密度高的这个作物这个表面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它呢是我们公司在国内首创的一个 具有自己特点的一个飞行器 国内呢仅此一款 它具有高的抗风的特性 而且呢它的动力的加速能力特别强 在六秒之内也能加速到百公里 这个呢对于警用的侦查应用 以及追捕应用具有很好的一个应用的前景 现在呢也跟警方在于一个很好的沟通和合作 希望呢能够把我们的科技的产品能够应用在台湾的比如说生产的生活当中 而且我们的技术也能跟台湾方面呢也能很好的交流 对促进海峡两岸更好的一个互动 也能起到一定的很好的作用 也期待 重点期待一下我们这个产品 能够更好的应用在台湾的经济作物这么一个领域 为台湾的这个农业方向的一个发展跟推进 起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的作用